哈嘍,哈嘍,開始直播,我們來先聽詩歌 啊,剛才罵完小孩 現在呢,在這個小朋友都在家裡面 所以呢 真的是,爸媽不容易啊,不容易 爸爸先說是我 先嘗到朋友 我要去放,因為我為你存在 我要繼續傳聞,因為我是你的神 我會堅固你 我會幫助你 我會用功的右手 扶持你 再來說四十一章的曲解 你說愛的孩子 我要想你唱 我愛你 讓你 讓你心 歡喜 要把天賦 是我 你所愛的 夢魄 我願意 我願意 跟隨你 願你 願你過 將領 你 我願意 我願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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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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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阿爸天父是我 你所爱的孩子 我要向你唱我爱你 让你心欢喜 阿爸天父是我 你所爱的孩子 我愿每一步跟随你 愿你过降临 你为我多 我呃为我多 你为我多 你为我多 阿爸天父是你 你所爱的你 你的愛是我的愛 你是我的爸爸 在你的手裡 我已無所欠 在你的自然懷中 I am whole I am whole 在你的手裡 我已無所欠 在你的手裡 I am whole I am whole I am whole Aba, Abba, Here I am Aba, Abba, Here I am I am whole I am whole I am whole Aba, Abba, Abba, Abba Aba, Abba, Abba, Here I am Aba, Abba, Here I am I look to you, I look to you I look to you, I look to you I look to you, I look to me 阿爸父 祢的愛是我的全部 祢是我 阿爸父 阿爸父 阿爸 阿爸 ノ Hallelujah 感謝讚美主 当唱完诗歌 我現在要認罪回感一下 我們先來禱告 親愛的天父耶穌聖靈 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有美满恩典满满的每一天 刚在这个开始直播之前 刚骂完小孩 为什么呢 因为小孩现在在家里上课 然后 他这个请爸爸就是我 来帮他做一些事情 但是因为我急着要开始直播 所以呢 脾气有点不好 我要在这边向天赋耶稣圣灵来认罪悔感 爸爸是因为急着要赶快直播 所以有点急 爸爸在这边跟你道歉 待会儿回去跟我儿子道歉 认罪悔感 感谢圣灵光照 我们人是极其软弱的 我们人有眼目的情欲 有身体的情欲 有这个今生的骄傲 所以求圣灵充满我们 让我们所有的软弱 全部变成刚强 孩子们可以坦然无惧 来到天父的十恩宝座面前 求天父耶稣圣灵 给我们力量 靠着那家天给我们的力量 凡事都能成 以上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那我们这一个直播节目已经开始几周的时间了 因为一周大概一集 今天进入第三集 那终于推荐各位一本书 叫阿爸富为你设计的精品人生 阿爸富为你设计的精品人生 这本书是去年赵航老师出版的一本书 那之前在唱诗歌的时候 一直有想要这个分享 那后来都忘记了 所以人真的是很软弱 OK 好 那今天呢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要进入第一集第三集 为神做个有钱人第五章的内容 那前面如果你看过第一集第二集 也就是第三章第四章的内容 应该稍微有概念的 所以今天呢 为神做个有钱人 我们就没有要从头 从头再开始讲 我们要从第五章开始 我很快的念一下 第一章叫做 我们这个世界的贫穷真相 第二章 为什么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成为百合佛 第三章 金钱不会使你富有 第四章 充分利用财务丰盛的机会 讲到这个充分利用财务丰盛的机会 在过去一个礼拜 我就试着去实践实物 因为看书读书会是理论 理论如果没有实物执行出来 大陆叫做落地 那个只是理论 你只是停留在听到知道 没有做到或者悟到跟得到 OK再讲一遍 这个很重要 听到 知道 做到 大部分的你这三步就很厉害了 进入第四步 叫做悟到跟得到 这是更近切的一个状况 好 所以学习舞蹈 你们都知道 看一下 这又是直播的一个刺激的地方 因为这个 正在直播 好 所以稍等我一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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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就是直播刺激的地方 随时会有surprise 惊喜出现 好 所以我们来看第五章 第五章的内容呢 就是 在这边 第四章我们复习一下 充分利用财务丰盛的机会 所以过去一个礼拜 我在群柱里面有做一些分享 然后呢 试着来有一些成交提案 因为现在马路不太能走 所以我们试着都要走网路 如果你不走网路呢 可能就自寻死路了 OK 好 所以第四章讲的是 充分利用财务丰盛的机会 充分哦 也就是不能偷懒 大部分我们常常偷懒 哎呀 真的要这样吗 这样很辛苦 这样很累 所以就放弃了很多的机会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 就是一千两银子 两千两银子 五千两银子的故事 我们有没有善用神给我们的财务 丰盛的能力 所以那个银子并不代表钱而已 那个银子代表我们的财能 天生我财必有用 神给我们的财能 你有没有好好的使用 欢迎各位加入直播 有问题或者有需要带档 你可以留言在下面 我在会要结束的时候 我来为大家祷告 今天进入第五章 叫财务自由与金钱的基本法则 财务自由与金钱的基本法则 那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我们很快的也重点 再要来跟各位报告跟分享 第一点 脚踏实地的百万富翁 在追求神赐给他们的梦想 而非追求物质所得中 找到喜乐和满足 圣经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能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所以你是把钱摆在第一位呢 还是把神摆在第一位 这个可以从很多的方面去验证 所以你如果只是一妹的追求 钱 像我以前就是 不要跟我讲什么神不神 反正就是有钱人 就是重点 就是目标 五年后 我再来看这本书 看到的是为神 这两个字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第二点 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 努力读书 努力工作 要努力读书 要努力工作 钱 绝对不是直接从天上掉下来 必须努力读书 努力工作 圣经说 一日不工作 一日不能吃饭 所以要努力读书 要努力工作 study hard work hard 再来 把知识变成获利 所以 思维变现 知识变现 改变脑袋 改变口袋 第三点 真正的百万富翁 不只投资金钱 也投资时间 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智慧 甚至他们的嗜好 也可以让财务和个人成长 所以 爱看书 爱看电影 爱看书就来办读书会 爱看电影 就来看 就来说 说电影 我古阿末 对不对 古阿末 可可 所以在传道书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 这边有一段话 我来分享一下 我所见为上为美的 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 享受日光之下 劳碌得来的好处 所以要努力工作 努力读书 因为这是他的份 神赐人资财丰富 使他能以吃用 能取自己的份 在他劳碌中喜乐 这乃是神的恩赐 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 因为神应他的心 使他喜乐 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 为神做个快乐人 我写过另外一篇文章 为神做个幸福人 赚钱 哈雷路亚 感谢主 不赚钱 哈雷路亚 一样感谢主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时候 可能你才是有真正的喜乐 而不是祷告祷告 哎呀 神给我 我要的东西 那我就很喜乐 祷告祷告 得不到我要的东西 那就不喜乐 那你的喜乐 可能不是真正的喜乐 OK 好 第四点 真正的百万富翁避开迅速致富的机会和轨迹 OK 所以小心 那个快速致富的陷阱 这个 这个我们以前常常会碰到 现在也会 第五点 真正的百万富翁喜欢了解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专注于建立和掌控致富的能够 所以英文叫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 然后第六总共有十点 第六点 真正的百万富翁赚的多花的少 所以巴菲特二三十年前的那台车他还在开 巴菲特二三十年前住的那间房子他还在住 像他这么大的一个这个算是投资顾问公司 他有二三十个员工 他说这个是我公司很浪费钱成本很高的一个时候 其实这么大的公司二三十个人根本算很少 但是他还是觉得很浪费 所以他真的有做到为神做个好管家 第七 中心的百万富翁是给予者 我是金钱的浪费者 是给予者 但是不是浪费者 所以真的要做好管家 另外一段经文在约翰一书三章17节到18节 我来念一下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 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小子们啊 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手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所以看见穷困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尽力的去帮助他 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也不是那么好过 但是相较之下我们可能好一些 就我们尽力去帮助他 第八点真正的百万富翁了解他们之所以蒙福 是为了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我蒙福 因为我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我成为光 我成为盐 所以我可以祝福更多的人 所以我要去传讲福音 我要分享神的爱 神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 另外一段经文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个在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 真正的百万富翁为他们的子孙打造一个未来 所以我们要思考到未来 并且支持教会和基督其他肢体的事工 第十点真正的百万富翁十分节省 控制开支 不做任何的浪费 所以一到十点这样念下来 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 真正的百万富翁很认真工作 真正的百万富翁很认真学习 而不是要想一夜致富 想一夜致富 那个是撒旦魔鬼的诡计 通常会害你呢 损失很多的财物 金钱 时间 让你不能真正专注在神 给你的才华 可以发挥的事情上面 这个我和大家 都要一起来小心 一起来共勉之 这个叫真正的百万富翁 那第六章 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二十分钟了 待会看看有没有祷告的部分 第六章呢 我们预告一下下一集的节目 第一季第四集 也就是为神做的有钱人 第六章 叫做不要被金钱蒙骗 钱很重要 但是钱绝对不是最重要 我们说钱不是万能 但没有钱万万不能 但是如果你把钱摆在第一位 那常常就要很小心很小心了 OK 我来看一下有没有需要祷告代祷事项 如果你有需要代祷事项 欢迎留言 在下面 我可以来为各位祷告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 那因为这是直播 平常没有 常常在发直播 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 可以把直播 传到一些社团当中 因为我这样测试下来 直播你看 现在透过直播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直播呢 传到一些社团里面 因为后来脸书的一些规则都改变了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希望更多人可以接受到这一段直播 可以听到诗歌 可以接受到好消息 能够收到这些福音相关的讯息 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撒种 收割不在我们 收割是神来做 都是我们来做 因为人的心很硬 你要用人的力量去跟他抗衡 是很辛苦的 但是如果我们只做撒种的工作 然后由神来做收割 那就轻松简单了 好 那最后在今天的直播的最后一段 我想跟各位分享 早上刚好看到 欢迎你 提名是不是 好 所以有需要带导 请留言在下面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篇文章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所谓在圣经里面讲666 666 666呢是在启示录里面讲 敌基督 那个印记 所以我今天早上读到一篇文章 就是末日号角专栏 新冠疫苗跟敌基督 跟敌基督666有关系吗 这篇文章有兴趣 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下 新冠疫苗跟敌基督 卡住 敌基督和666有关系吗 所以几个问题 有人说 一戴口罩就是戴上受印 接受印记 二 新冠疫苗里面有撒旦的血 会改变人体DNA 三 新冠疫苗有围晶片 让政府追踪你的行踪 四 新冠疫苗接种的时候 就是要被政府控制 这是敌基督的作为 五 我们要拒绝戴上口罩 拒绝接受新冠疫苗 以上这几个算是宗教狂热分子 会讲的五点 我们来一一的回复给各位 关于敌基督 我们可以待会再来讲 滴答滴滴答滴 滴滴滴滴滴 好 第一点 戴口罩就是戴上印记 这个不是 因为口罩是用来灭绝病菌 杜绝传染的方式 所以我们一定要戴口罩 保护自己 保护别人 第二 新冠疫苗里面有撒旦的血 改变人的DNA 撒旦是神造的天使灵界的受造物 身体构造和人完全不一样 因为天使跟人是不一样的受造物 圣经讲各从其类 所以不会影响我们的DNA 所以放心 第三 新冠疫苗里面有微晶片 让政府可以追踪你的行踪 随着奈米科技的进步 晶片确实已经无远所见的应用 但是晶片并不是那么简单 食入就可以追踪 它需要很多的软硬体的配合 所以太有想象力了 再来 第四 新冠疫苗就是政府要控制百姓的方法 敌基督的作为 这个听起来好像蛮像的 但事实上我们经过很多的认证跟查证 发现疫苗就是为了要确保大家 这个免于受到这些病毒的传染 那我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段写说 数位化变成一个识别的方法 在台湾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份证 美国有社会安全码 网路有订货单 如果没有号码 我们社会会变得混乱 所以呢这个新冠疫苗 目前看起来跟敌基督 跟这个兽印的印记 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结论 随着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日子 接近圣经预言一一的应验当中 圣经的末日论末世论 和预言正在当代的显学 各种异端邪说横行 让基督徒困惑以及恐惧 所以大家呢 不要因为这个很多的不同的奇奇怪怪的说法 而感到恐惧 因为神所赐的是出人意料的平安 并且不加上忧虑 这才是真正神所赐给我们的 好 所以感谢主 七年大灾难来临之前 教会已经被体离开这个世界 灾前被体是神给我们 现代的基督徒最有福的应许和确据 就像挪亚在洪水之前进入方舟一样 解撒龙尼迦前书五章九节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 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那为什么 你有这个圣灵的印记要被得救呢 就是你有圣灵充满 你有跟主耶稣基督一样 接受完全的进水里 OK 所以这个是今天补充分享 这篇文章是王常瑞牧师所写的 在网路上也可以搜寻到 欢迎你去阅读一下 今天在这个一起读圣经 为神做个有钱人第五章的后面 我们刚好来为各位补充 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就结束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 欢迎你分享按赞 然后下面留言 我们希望得到更多你的意见跟想法 好 我们来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耶稣圣灵 感谢您赐给我们恩典满满的每一天 今天早上我们从为神做个有钱人 第五章当中学习到许多 关于财富兴盛的法则 在第四章我们知道要把握机会 在第五章就是要一步一步 英文叫做step by step 去计划执行检讨 在企业管理里面叫PDCA的一个正向循环 去把它确实的执行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第五章的内容 第六章不要被金钱所迷惑 并且在今天这一集直播的最后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 就是666 受的印记 跟这个新冠疫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有一些谣言 有一些奇怪的说法 我们要破除它 破解它 基督是一个信仰 基督其实不是一个宗教 但是在人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只能用宗教来归纳它 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基督信仰不是宗教 也欢迎有兴趣的基督姐妹们或福音朋友们 还能够在看完直播后来阅读 我把这篇文章的连结到时候再发在下面 孩子 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感谢天父耶稣圣灵 今天这一集的节目非常有效率的完成了 那希望在下一集的节目可以看到你 也非常希望你能够留言 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 OK 愿神大大的保守祝福你和你的全家 最近疫情蔓延 有很多不幸的消息 比如说一家人有四个人 然后全部都确诊 然后呢有一个年纪九十几岁的老奶奶 因为全部确诊 所以全部要分隔开来来做照顾 但是九十几岁的老奶奶很不幸的 因为年纪大的关系很快就过世了 所以当然家人是很不舍 所以这边赵宏老师还是要提醒各位 短短的人的这一生一下就过去了 那如何为神做个快乐人 如何为神做个幸福人 你必须要有圣灵的印记 你必须要得救 所以呼求主耶稣 主耶稣救我 这是你最后的一根救命的稻草 祝福你 求神来大大的祝福我们 出入蒙福手上所做的工作 祝福顺利 以上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妹 哈利路亚 感谢主 下一集节目见 拜拜